天王周杰伦和昆凌结婚多年 约有三个可爱的小宝贝 一家五口的生活幸福美满 某次记者会上 昆凌被问及了两人的教育观 他透露周杰伦在家里对孩子的态度 是黑脸的时候很黑 白脸的时候很白 然而孩子却对爸爸的话言听济从 也十分尊敬爸爸 对此他认为周杰伦的真撼教育 多数取决于口气与音调 重点就是要低声讲话 昆凌表示男生的声线低沉 如果在骂人时 刻意压低声音放慢语速 整体就会呈现一个不怒自威的氛围 让小孩不得不认真听他说话 连身为妻子的他都觉得很震撼 直言那就是严父的感觉 事实上周杰伦的低声教育 背后藏着一个心理学 不同声调和语速快慢 可以轻易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父母拔高声调说话 只会让孩子感受到不安恐惧的情绪 根本无法达到有效的沟通 因此周杰伦的教育方式可说是非常棒呢